有沒有一種線 它擁有非常好的彈性 但是又有很硬的打桿 答案是有的 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主角 Kizuna的 Z61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虹 我們今天是視線報告第三集 很久沒更新了 我們要介紹的線是這一款 Kizuna的Z61 那Kizuna這個羽球線 它算是自線廠來說很大的一個廠 那也是我喜歡的一個線廠 我喜歡打Kizuna他們家的線 其實有很多品牌的線 是他們代工的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那我之前知道有些牌子的線 是他們代工的 所以他們的線都蠻符合我的這個喜好的 那這條Z61我記得我第一次接觸的時候 是在2018 提博會吧 在上海那時候我剛好人在現場 結果看到他們發表這一款 他們最新款的Z61 主打的就是 細線超細的線鏡 0.61 那有非常硬的打桿 他們自己上面是寫Hard 那這我就引起我很大的興趣 因為 我一直以來就是想要追求極致彈性 但是追求極致彈性像 Z58 或是YY的AS這種線 他們 彈性都很不錯 但是 有個問題就是 他們的這個打桿 不夠硬 對我來說會 有一點那麼的軟 就是不是很夠用 所以我一直在尋找一個 又彈又硬的線 Kizuna那時候就發表了這個 Z61主打的是 又細又彈 所以我在第一時間呢 就想辦法入手了這條線 這條線其實不便宜 所以 如果你們想要入手 想要穿的話 可能會比較難吧 台灣應該沒有很多電視 穿這條線 不過 應該是蠻貴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外包裝 外包裝 後面 自嗨自爽性能圖 我們就不介紹了 那主要呢 他是一個0.61的線 算是 非常細的線 雖然不是世界上最細的線 但是0.61 已經是千幾名的細了 所以 是超細線等級 已經超過細線了 非常的細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線的顏色 我之後再放個特寫圖 這個非常的醜的顏色 這個顏色呢 是我拿到的是 白色跟咖啡色 相互交錯的這個顏色 他這個是使用一個 什麼螺旋的技術吧 就是他們這個線在製成的時候 有個螺旋技術 所以 會有兩個不同的顏色 那說實在的 我自己覺得非常的醜 你如果說什麼 白紅 就算了 對不對 這個白中 基本上應該很難找到一支球拍 是可以很搭這個線的顏色 所以 你穿這個線 可能有一個絕路 就是這個線的顏色非常醜 那我剛上網查了一下 他還有別的顏色 但是 改變不了的命運 就是他這個線 因為他是這個螺旋 這個纏繞的這個技術吧 所以他每一個 就算是別的顏色 都會有這個 相間的這種 風格 不過如果你跟我一樣 只追求打桿 對不對 反正我只要 我的運動表現好 我哪管線好不好看 那這個你可以不用在乎 但是 我知道有很多 尤其是女生 特別在意這個線的顏色 真的非常醜 那說一下他的打桿 到底有沒有又彈又硬呢 我自己打起來 彈性 這點上 我給肯定 提出那彈性 總是不會讓你失望 0.6億的線 彈性非常的好 雖然沒有到 Z58 他們自家 那個細線 那麼誇張的好 但是 彈性前段班 這不用講 那我最在意的這個打桿硬不硬的重點 我自己打起來 我覺得 不夠硬 就是 我自己是有點失望 因為 我期待他是會很硬 但是 其實沒有到很硬 不過比一般的細線 硬就是 那我很多的朋友 都有打這條線 他們其實都跟我講 算是細線中 蠻硬的了 但是我自己覺得 還不夠硬 所以 如果你是要找 以現有的細線 這種極細線的等級 裡面要硬的 我覺得 沒有別的選擇 就這條了 這條真的是 在0.6億 這麼細的線徑 裡面 你可以找到的硬的線 那如果你是想要追求 像我 喜歡80 這種硬度的線 那這一條 你可能會 有點失望 因為 說實在的 還沒有到那個 出現硬線的那種 等級的那種硬 也許是物理特性的關係 沒辦法達到 但是 期待 未來有一天 真的有一條 超硬的細線 好不好 所以總結來說呢 雖然他沒有達到 我理想的 這種條件 但是 又彈 又硬 他確實是做到了 這個是 無庸置疑的 那打起來這種硬線呢 有個特色 加上他彈性好 所以打起來很清脆的感覺 聲音不用說了 細線聲音 絕對是好聽 又細 聲音好聽 彈性不錯 加上 硬 清脆的手感 這條線 最大的特色 不過 缺點 就是我講的 顏色真的太醜了 然後 細線 容易斷 這個是 所有細線的命運 好不好 那到了我們最後 把它放在我的這個 小紅性能圖 我覺得他彈性 我講過了 很好 然後帶一點硬 對帶一點硬 但是沒有到很硬 所以我會排在這個 偏硬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我對這條線的這個評價 那你有沒有打過這個ZDOE呢 你覺得感覺什麼樣呢 就底下留言 我們一起討論吧 如果你覺得我影片不錯的話呢 也可以在底下幫我按訂閱 看我未來更多的影片 分享一個按讚的 關注我最近的消息 我小紅 下一個影片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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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